很抱歉 你即将看到的 可能是你这一生中看过的最揪心的画面之一 250头重达一两吨的海象 爬上了80米高的悬崖 一头一头一无反顾的往下跳 摄影师一边拍一边哭 气不成声 却又爱莫能助 下面海滩上还有10万头海象挤在岸边 随时可能向着高处的悬崖进发 重复自由落体的惨剧 海本是大海的臣民 为什么会爬上悬崖 还不要命的从上面跳下来呢 这是俄罗斯北部的一个小岛 聚集着大约10万头海象 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象群 让人痛心的是 他们聚集在这里 不是想求交往 而是因为绝望 海象的家园原本在冰上 需要依靠海滨才能捕食和繁衍后代 然而全球变暖愈演愈烈 北冰洋的海滨越来越稀薄 不断向着更北的地方退缩 2017年更是创了历史新地 就像涨洪水 动物们纷纷聚集到最高的地方 海滨向着北极点不断退缩 海象门的栖息地也越来越少 这个小岛就成了他们最适合捕猎和修器的地方 每一寸土地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缝隙 都弥足珍贵 被海象挤得满满荡荡 就是要去海里觅食 都得让敦未及的躯体 演过一个又一个敦未及的同伴 成千上万的又海象就这样上了命 不仅如此 海象越来越多 想找一块空地都越来越难 一些海象不得不往更高的地方攀爬 虽然体重上蹲 攀爬几十米的悬崖并不是他们的强项 但只要有一头带队 其他海象闻到同类味道后 也会蜂拥而至 渐渐的悬崖也向满为快 难以找到利器之地 这些可怜的家伙不得不重新返回海洋 然而一旦离开海水 海象就差不多算是大半个瞎子 眼前一片模糊 根本找不到回海里的路 他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他们早已习惯从海边上直接跃入水中 根本就不知道重力加速度也会要命 一头海象重打一两吨 和一辆轿车差不多 你能想象一头又一头轿车般重的海象 在悬崖上踏空坠落翻滚到崖底 炎炎一息的画面吗 摄制组在拍摄时至少有250头海象掉下卷崖 摄影师说这是他一生中拍过的最痛苦的画面 人类把地球变暖 把陆地加热 把海洋煮沸 然后就躲进凉爽的空调房 喝着可乐和咖啡 人看动物们在窗外的热闹中挣扎 鸟儿被烤娇羽毛 鱼儿在水里缺氧窒息 一个物种一个物种不断消失在这个星球上 海象不是气候变暖的始作俑者 却要在气候变化的最前锋 无辜承受灾难和痛苦 他们的遭遇只是这个星球的一个缩影 在这些悲壮揪心 令人哭泣的画面后 摄像机的每一帧都在沉痛地告诉我们 地球人口的急剧膨胀 已经让这个星球不堪重负 气候变暖 海冰浓化 地球的冰箱门已经打开 海象和其他动物 不过是最先遭殃而已 最终遭遇最严峻挑战的 是这个星球最优势的物种 哪个游戏结束前 你打倒的不是大波士呢 我们之所以活着 不过是在苟烟残喘 当地球上的物种一个个离我们而去 我们剩下的时间还有多久 很多人可能都在大声疾呼 我们要拯救地球 但地球并不需要我们来拯救 我们需要的是首先救赎自己 为我们对大自然对地球犯下的罪恶 这里是徐乐文科学频道第85期节目 强迫最新最前沿 最有趣的科学 谢谢收看 欢迎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